广东队两连胜收坏消息 杜丰发飙做重大决定 三名球员恐被彻底清退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广东队 关注杜丰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还要说 现在那么杜丰在最近发飙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有三个球员呢估计都要遭殃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CBA的比赛 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当中 那么广东队在最近两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难得获得了两场胜利 对广东队来说能够获得两连胜 确实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比赛 因为在之前一开始呢 广东就接连输给了3C的那些球队 对广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 所以正常来说 现在呢终于扬眉吐气啊 对广东来说呢 似乎是值得高兴一个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在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杜丰这边呢反倒是没有高兴 反倒在发布会当中发飙呢 去批评了某一些球员 并且呢从中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杜丰这一下确实是生气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一次的话 那么杜丰呢也是在比完赛之后的话 发飙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呢 也就是呢决定要批评这些躺赢的一些球员 他也指出现在整个球队当中呢 虽然说在目前取得两连胜 而且在过往几个赛季当中呢 也确实取得了几个冠军 但是有一些球员呢 自以为说自己呢 在一个冠军球队当中 取得了几个冠军 就以为自己也是非常厉害 那么所以呢 在最新的一些比赛当中呢 又处于一个躺赢的一个状态 就基本上呢 就像布杜丝拉木在此前批评 他们队友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说呢 其实根本就是出攻不出力 假装自己很努力 但实际上呢 在场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表现 所以也辜负了杜丰指导的一个培养呢 和对他们的一个重视 而我们也看到 其实啊 这一次杜丰也指出说 在过往呢 即便是很多一些犯错误的球员呢 他也会给到他们很多的一些机会 让他们去犯错误 让他们去成长和提升 但是杜丰现在逐渐发现呢 其实这些球员呢 那么可能也是自以为 有一种错觉 就是说呢 我犯了这么多错误 还能够继续打球 那么之后呢 继续犯错误 继续给球队拖后腿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么杜丰觉得完完全全就不好的 而且呢 会很有可能呢 影响到整个球队之后的一个夺冠进程 所以接下来 那么杜丰也决定说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球员呢 要么会把它啊 摁在这个冷板凳当中 在之后呢 要么就直接弃用 而从目前呢 我们回顾这几场比赛 广东队整体的一些球员表现呢 可以发现 目前来看 那么恐怕有三个球员呢 非常符合杜丰所说的这些特征 首先第一个就是赵锦阳 那么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将 赵锦阳真的是一塌糊涂 在本赛季不仅仅是犯下了很多的一些失误 而且呢犯规也非常的多 投篮呢 那么基本上命中率呢 真的是啊 百分之三十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一个糟糕的命中率啊 对整个广东队来说 基本上就排在倒数了 所以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看呢 我觉得他都不可能说去满足杜丰的一个要求 所以可能本赛季结束之后啊 那么基本上呢 被交易出去的话 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很可能的一个事情 除了赵锦阳之外 那么第二个球员就是张明池啊 那么相比较徐星这个 同样也是年轻小将呢 那么张明池在本赛季的一个整体表现 确确实实是已经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和徐星对比起来呢 张明池同样也是一个这个天才球员的话 他的整体的天赋 或者说他的表现 确实是得不到杜丰的一个满意 不管是站位反应 还是说他整体对球的一个球伤反应呢 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可能本赛季结束之后呢 估计也有可能会被清退 或者说打回二堆 最后一个球员要说一下杜俊旺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杜俊旺呢 确实实实是被朱芳宇非常的重视 而且在本赛季也得到了一个大合同 但是他的整体表现呢 却没有对得起他这份合同 并且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 命中率作为一个三分神射手 那么确实是相当的一般 而且呢他整体的一些防守效率 也跟不上整个广东的一个快攻节奏 那么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 拖了整个广东的后腿 虽然说在最新一场去面对三系的比赛啊 有所改观 但是来说呢 从整体的一些综合表现来看 我觉得杜俊旺 他的一个整体表现 还没有达到杜丰的一个预期 所以可能对于这三个球员来说 接下来剩下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已经不多 如果说他们再不能够拿出一个好的表现呢 基本上之后啊被清退呢 估计也是板上定睛的一个事情 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呢 争气一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